俄罗斯突然宣布从3月1日开始 半年之内汽油仅止出口 这下子我国油价会受影响吗 长达两年的俄乌战争 让我们见识到了俄罗斯经济的强劲 说实话 俄罗斯为什么不惧怕西方世界的制裁呢 不就是因为俄罗斯有着数不尽又不完的能源吗 你西方世界不买它的石油和天然气 俄罗斯可以找到东方盟友 把大量的石油天然气 卖给我国卖给印度 然而正当俄乌战争持续进行之时 俄罗斯方面突然来了一个消息 从3月1日开始 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 俄罗斯方面会禁止汽油出口 刚看到这个消息 很多人心里一惊 大家想难道俄罗斯不想继续打了吗 你汽油不出口了还能赚到钱吗 另一方面过去两年 我们从俄罗斯进口了大量廉价的石油 那么俄罗斯不出口了 对我国汽油价格会有影响吗 我跟大家讲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汽油和石油是两样东西 我们从俄罗斯进口的呢 是石油或者说是原油 进口之后 我国有大量的炼化厂 进行冶炼加工 从石油中分别出汽油啊 或者柴油啊 或者其他的衍生品 而俄罗斯这次禁止出口的呢 是汽油为什么要禁止出口呢 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三月份以后呢 天气转暖 随着俄罗斯国内经济的慢慢复苏呢 其国内对于汽油的需求慢慢增大 这个时候呢 禁止出口可以保证国内的供应 使得国内汽油价格不会迅速飙升 另一方面呢 也确实是俄乌战争的影响 乌克兰方面最近轰炸袭击了俄罗斯境内的很多炼油厂 使得俄罗斯出产石油的数量在减少 有很多炼油厂不得不停工减修 所以呢 出产少了 自然俄罗斯就要上这个汽油出口禁令 而且其实去年在短暂的两个月之内 俄罗斯也有这个汽油出口禁令 当然了 俄罗斯表示说和他最亲密的那几个周边国家不在这个警令范围之内 换句话讲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俄罗斯对我国出口的石油不但不会减少 反而会继续增加 而天然气方面呢 自从北溪管线被彻底破坏之后 俄罗斯方面主动提出 他们要掏钱修建西伯利亚力量管线 多修几条以便未来保证对我国的天然气供应 当然这对俄罗斯财政来讲也是一件好事 过去两年随着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不断加深 中俄之间的双边贸易已经是打着滚的往上涨了 2023年中俄之间的双边贸易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了 比中德之间还高 俄罗斯高官甚至预测在未来几年这个数字还会翻番 也就是说中俄之间的双边贸易 未来有可能超过4000亿美元 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俄罗斯的能源过不来呀